大家好,我是郑,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薄克的养殖 薄克是一种非常容易成活的植物,很好养 香草剑里最好养的入门级植物应该就是薄克了 薄克不仅仅可以泡绿茶,还可以放在柠檬水里,清新又健康 做牛排的时候放几片薄克叶,也别有一番滋味 那么家里养薄克除了好吃以外,我们还想让它好看,对不对 现在我手里这盆薄克,一不小心就被我养的披头散发东倒西外 那么怎么办呢,我想掌握三个技巧 我们就可以让你的薄克长得非常好看,而且茂盛 那么第一呢,就是晒大太阳 薄克是一种非常喜欢太阳的植物,太阳越大,它就长得越饱满 除了晒太阳之外呢,还需要充足的水分 薄克喜欢水 早晚各一次焦透,可以保持叶子鲜绿 最后呢,就是修剪,它的茎呢,每两片之间呢,都会有一个隐藏的芽点 在你修剪完之后呢,这两个芽点会重新萌发 长出更多的新叶子,会长得比原来更茂零,所以不用担心,我们把它剪坏了 修剪下来的这些叶子不要扔,我们可以把它扦插在一个盆里 非常容易成活 很快呢,你就会发现 你的一盆已经变成十盆了 下面我们说说分猪法 主干底部有时会长出新的枝叶 通过土壤向上生长 迅速发展 同时呢,向下也会长出新枝 所以我们将母猪切割成若干粉 分别种入盆中 好了,今天我们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栏目再见